一起來翻新我們的關心社會 是大家午安 我是汪傑銘 沒錯 這個七月十七號的火燒車事件 現在似乎已經有驚人的發展 但是我們今天要特別請到 我們高大臣法醫 他認為自焚的可能性是大還是小呢 另外角度來說 高達1.07的所謂的酒測值 上得了這個巴士嗎 這些疑雲重重 似乎沒有辦法解讀 可是這個若有志就說一句話說 這一次的辦案基本上是荒腔走掉 你怎麼可能到現在才公佈 這個駕駛是有酒醉的行為呢 這個事情難道需要拖一天 兩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拖了十幾天才知道答案 是不是有點扯呢 這到底又怎麼回事呢 還有一件事 驚爆一個消息 原來這位蘇明辰 他改過名字 他原來叫蘇中華 他其實是大陸中國生的一個人 那麼口腔裡面還有這個口語 還有這個中國腔 可是最驚爆的事情 他曾經性侵導遊 這到底是羅生還是真的 而你知道嗎 就在這次出團前 他已經被法律定念要關五年 好 這個事情讓他心聲不滿 他認為說這事情 真的有這麼誇張嗎 他認為這是導遊 自導自演的 注意要跟他是勒索錢 好 這裡事情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的這個專家來解讀 就是我們李光輝 李醫生來專家解讀 到底這個問題是羅生們 還是真的有歧視呢 不論怎麼樣 這個事情讓大家覺得非常恐怖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有一家叫埃及航空 那麼也是因為駕駛自殺的原因 就駕駛我不要活了 我不要活了 兩百一十七人陣亡 還有一個就是當時德國這個廉價航空 德國之役也是駕駛 他覺得我不想活了 那麼造成了高達一百五十人的死亡 這樣的事件可以解決嗎 可是你知道我們專家 我們政府跟我說 這個所謂的大型巴士的駕駛 酒最近的事情是沒有辦法 可以去查的 而我要請教叫這個黃偉澤立委 這又怎麼解讀這樣的問題呢 好 總統疑點 我們今天一一來解讀真的 駕駛原來是車子最大的風險嗎 好 我們先介紹我們來賓 第一位是民進黨立委 黃偉澤 偉澤 你好 傑兵好 大家好 另外是資深媒體王十七 十七 你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性侵害治療專家 李光輝 李醫生 你好 傑兵 帥哥 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樣 強暴這件事情 事實上大家覺得 女生只要身體一閃躲 其實強暴就不會產生 這個事情你認為是羅生嗎 還是真的有強暴的行為 我指的這個司機對導遊的行為 我將近有關係二十年治療 被害人跟加害人的經驗 那被害人通常在第一次碰到 所謂的暴力威脅 妨礙他性質主義 就是要強暴他的時候 通常都腳軟 手軟 甚至眼睛會開始朦朧 然後記憶會不太清楚 所以有時候被害人 你說他要抵抗對方 我想要平常有練過才行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是嗎 我以為這種事情發生 一腳就把他踹過去了 或者身體極度的扭動 應該就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如果有這種人的話 馬上參加我們這次奧運 補爆米還來得及 那奧運要哪一項呢 跆拳道 好 另外是資深媒體員 如果有志 游志 你好 吉民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資深媒體員 邱明玉 你好 大家好 另外是法醫高大臣 高醫師 你好 大家好 高醫師 你在第一時間又說 1.09的酒測 這個數據你認為是有疑惑的 對 因為我們身體裡面 因為加熱的關係 再加上發酵的結果 酒精濃度本來就會比較高 但是這位死者 因為他酒精在胃跟尿內容物都有驗到 所以表示他確實是有喝酒 對 但是應該是沒有那麼高 是 如果高到那個程度的話 我們從錄影帶掉出來的時候 他在開車的時候 一定會忽快忽慢 是 不然就會蛇行 對 如果有的話 那當然可以證明他真的喝這麼多 如果沒有的話 我想沒有喝這麼多 因為他這種程度大家喝到 基本上就爛醉了 他差不多喝到一瓶 半瓶至一瓶的中 對 正常喝半瓶至一瓶 有哪會忙 因為你如果超過百分鐘 那個症狀就出來了 是 他大概也是在這個情況 因為他的那個胃的內容物的酒精 濃度這麼高 血液這麼高 可是他的同事說 他同事說 他其實是有長期酗酒的習慣 那會不會因為他常常酗酒 所以他覺得酒精濃度的抗拒率會比一半人高 很多的這個酒精炸使都認為說 沒差了 我喝不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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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這個一罐的高粱一樣上車 會會 也是有差 所以美國常會說 抓到你說你沒有酒醉 不然你走直線嘛 他們要幫你刺 美國 日本 跟日本是沒有 我就要嚇你 如果有酒精 你才會發 我照照你會走 你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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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走也會發 對 所以那個不太一樣 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說 這個駕駛是不是因為他準備要關進牢裡面 所以他心情產生極大的這種心情的變動 我是不敢用心理水去測這個死者 但是我的感覺是說 因為我們在驗酒精的時候 是 一定要很小心 尤其心臟的酒精 我這邊有 我這邊有很多報告 都有寫到 心臟的酒精 你只要吃了一天 就是說那不需要稍微打斷這樣死去 一天我打斷 裡面就割一百酒精出來 一百瓶都會被盤掉 你這個時候你喝也沒喝 我經常 剛才這個法官其實應該都知道了 是 可是有時候還會假裝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 假裝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因為那個保險公司的問題 還怎樣 這些保險公司有時候真的太爛了 他明知道你沒有喝酒 他就故意說你給我吃看看 酒精我酒不賠 這次法官還是我們檢察官 還是我們的醫療技術太差 還是這個事情有些隱藏的地方 等我們一來解讀 我們先進個廣告